大部分也是老师 有些老师可能也非常的细心 有看到这个 Sum等于Sum 刚刚是Sum等于Sum加I 你可以改成这样 Sum加等于I 未来当然你是减的话 也可以减等于I 或者乘等于I 除等于都可以 这是多一个方法 所以如果你不习惯这个方法 你用刚刚那个方法 也可以 也不是说只能写一种方法 程式没有所谓的标准答案 所以你也不能说 程式你只能照我的方法 一定要写一模一样才叫对 没有啦 OK可能解法 十种二十种都有可能 每个人想到的方法都不一样 不尽相同 OK 另外的话还有一点就是记得 这个print你不能写到 你一定要把它往前推 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跟放在外面 结果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吧 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它会怎么样呢 它会加种之后 然后就计算加种结果 然后一直跑跑跑 所以它跑总共99次 print也会print99次 应该刚刚就 有老师好像就是 就类似这样 比如说这个 如果你按tap键 在里面跟在外面 是完全不一样的 也就是python 它的程式撰写 里面跟外面 象征就是说 这个是它每执行一次 就跑一次 每执 所以我把它执行 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它一跑一次 它就会先输出 计算结果第一是一 第二是三 一直加 所以总共有跑99次 刚好输出99次 那如果你今天呢 是写在这个外面的话 它就会全部加种完之后 再一次print了 OK 这个概念应该要有了 OK 所以这个也是细节 因为有的时候 像我们自己 层次写习惯的人 会觉得 这没什么嘛 可是对你们来说 处处都是细节 只要有一个地方 像刚刚这个地方 你说 老师不一样 为什么你这样 那我看起来 就会觉得怪怪的 好吗 上加等于 结果会不会一样 一直行 你会发现run的结果 也一模一样 完全没有差别 OK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就会是 好像不一样 OK 那我的习惯是 反正不管怎么写 习惯就好了 OK 所以最好 以后如果你们能够学程式 能够学到就是 你很天然的 所以我说 你写程式要很自然的写 也不是说你是 一直在 好像是背一些程式 或者是操一些程式 我觉得那都不是好方法 最好是很自然的 如果可以把那个小朋友 也可以训练到 很天然的 就是他可以跟那个机器 跟电脑 能够很自然的沟通 随时 他他他他陈色写 他他他陈色写出来的话 还可以随时控制他的话 有没有 那如果机器人就这样 随时修改参数 随时修改程式 马上他就跑不一样 只有错误的话改一下 他他他他 马上又不一样 从小训练起 哇不一样 以后的话 那小孩子以后不得了了 以后长大之后 这个写程式 跟电脑沟通是完全没有障碍 不过我是怕有个问题 反而跟人沟通有问题 就训练出那种 可能很喜欢对着电脑讲话 然后当然对人就不喜欢讲话 因为为什么特别讲 因为我真的曾经有一段时间 好像慢慢变成那个样子 因为我每天的工作 就对着电脑 那我对电脑沟通非常没有障碍 但对人沟通 我反而觉得好像有点障碍 我的语言能力退化得非常快速 OK 所以当然尽量还是取一个中间 因为这个东西写出来 还是要对人有帮助 OK 不是说对机器有帮助 OK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 把这个程式改成 我要1不是加到99 我要1加到99的基数部分 基数部分 那我要怎么做 比较简单 13579 OK 特别注意 这边的话有几个方法 我们在那个程式里面的话 有一个continue叙述 那这个continue就是说 你可以让它跳过程式 跳过某一段程式 让它回到最上面的回圈 不要去执行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可以在这个上方 enter一下 在4回圈下一行 做一个if if什么呢 if i这个词 如果 什么时候跳过 如果它是偶数的跳过 所以呢 就是说如果它是偶数 它怎么叫偶数呢 除以 除以2 等于0的话 所以呢 意思是说 求余数 我好像之前上一次课有讲过 一个person 有没有 person是求余数 如果 多少 这个 比如说 i person 2 意思是说 i 除以2之后 它的余数 余多少呢 等于等于0 意思就是说呢 如果 它的余数是0 除以2之后的余数是0的话 这个叙数了 那我就怎么样呢 后面加一个冒号 然后enter一下 你只要跟它讲说 continue OK 这边的话 你又跟它打个c 其实equilibus 它的优点就是 你打个c continue就出来 所以有些 假设像 continue很少拼 你怕拼错字也没关系 你打个c 用选择 enter一下 这样就OK了 所以 加了这个叙数之后 意思是说 如果 i这个词 它除以2 是等于0 意思是说 这个如果是偶数的意思 那就帮我continue continue这个叙数 就是说 跳过的意思 不要再执行下面的 所以它如果遇到 这一行之后 假设 i等于2的时候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直接 不执行下面这一行 而直接跳到上面了 意思是跳过的意思 OK 所以如果我要 13579 把那个 基数的部分 加到99的话 那我可以 在这个地方 用continue的叙数 写一个这个 OK 逻辑判断 应该可以看得懂 意思 那 不过坦白讲 continue 比较少用 为什么 待会可以讲 其实它另外一个方 另外一个写法 如果你会另外一个写法 你可能就不会写这样了 更简单的 不过我们先讲这个 为什么 因为 continue 也很重要 因为要跳过 阿妈执行一下 理论上的话 它跳过 所以13579 加完之后的话 计算总和就2500 OK 这样应该可以理解 那不过呢 为什么我刚刚讲说 如果不写continue 没有关系 因为你可以 如果不写 我把它 选取 Ctrl加写线就注解 意思是说 这两行 如果我不要的话 其实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在什么呢 在这个 我这边有一个range Start Start Stop Step 有没有 所以 如果你这边 其实可以有一个 但是如果这个step 预设是1 就是1 下一个就是2 下一个就是3 但如果是你要 变13579 都激素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 在这个后面 逗点 预设只是1 可是如果你把它改成2的话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 1 下一个就是3 5 7 9 有没有 所以其实 两个方法 这个 OK 这个 也OK OK 我们来试一下 计划结果会不会一样 执行一下 也是2500 OK 不过 刚刚以 简单性来看的话 你会选哪一个 刚刚你会选第二种吗 对不对 不过为什么前面 因为你还是要了解 continue 因为未来城市里面 有一种情况 就是它不是 stay会被解决的话 那你就要用continue 好 让它跳过 OK 比如说像 什么 如果 反正你想一想看 里面有什么东西 跳过的 然后呢 里面再做一些变化 看看 所以这地方的话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就是 想一个办法 把那个1 加到99的激素就好了 那我这边刚刚 就主要是讲 第一个当然 我们可以顺便练习 那个continue之外 第二个就是了解person 比如说 这个person就是 余数是多少 的情况下 这个还蛮常遇到的 比如说你要刚刚好 那个条件就是满足 它余数剩多少 会被整除的情况下 像比如说你要把 3的倍数 全部加在一起 3的倍数 那也就是 如果person 3 能够满足 等于0的 那就不是continue 就是加起来 所以continue是跳过 我们刚刚是偶数跳过 那如果相反的 如果是能够满足的 不要跳过 是才加总的话 那你要怎么改 反正每一种情况 也都可以练习看看 比如说我希望把 那个3的倍数 全部加在一起 是多少 5的倍数 加总在一起 是多少 这有没有办法 把它做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那你以后再撰写 那个程式上面 应该会简单很多 当然这个好像跟数学 其实也有点关系 不过这种数学 应该也是比较简易的数学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刚刚讲的 这个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